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317集 他一口说出了你的名字 然后问你有没有女朋友 有没有结婚 那还有问别的吗 我说我不知道 还表现出了一副很抗拒的模样 他也就没有再问了 我反问他是谁 他笑了笑也没说话 就直接走了 这个人长什么样 在哪碰上的 是一个七十来岁声音间隙的老太太 在华北省里县新唐村见的 一副算命先生的打扮 他并不是那个村子里面的人 是走街串向过去的 所以对于他的情况 我也并不了解 张凡听了低头沉思 这个叫新唐村的地方 张凡从来没有去过 华北省也很少去 这个人怎么就能认识自己呢 哎呀 我当时真应该把他拦下 不让他离开啊 算了 总之走了 没事的 张凡冲李松 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如果是麻烦的 迟早会找上门的 吃饭了 吃完晚饭 众人离开欧阳家里 李松先把张凡和黄清云送回家 而后才独自回家 张凡这段时间里太过疲惫 一觉便睡到了第二天上午十点 起床之后简单洗漱了一下 吃了一些早饭 便盘坐在了客厅当中 开始突破他的真迹境界 有剧园业的辅助 两小时后 天地元气剧烈波动 从四面八方灌注到张凡的房子里 涌入张凡体内 张凡经历了很小的痛苦 便突破至了 行器境第六段 修炼真气的过程里 同时也夯实了他的相簿之气 此刻的张凡 无论是真气实力还是道行 都到了第二境 第六段了 看了看时间已是十二点十分 花雷雷十二点半下飞机 他还要去接机呢 张凡简单收拾了一下 刚刚出了大门 便进到一辆白色的凯迪拉克 停在了面前 车窗缓缓地被摇下 一个熟悉的面孔 出现在张凡面前 来人正是方浩鸣 走 去机场 张凡说着 已经直接上了车子 方浩鸣先是愣了一下 而后一脚油门窜了出去 车子上了机场的快速通道之后 方浩鸣问道 凡哥 去机场干嘛 几个人 我听欧阳大师说 雷霆总很重视你 恭喜啊 那还是多亏了凡哥的计策好 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大后天吧 对了 凡哥 这次参加擂台赛 我见到了天宗排名第一的年轻人 叫沈万钧 一听这话 张凡当即来了兴致 哦 多大年岁 什么实力 两方面的实力都是第二竞技九段 年仅二十五岁 不过凡哥 凭你的天赋 你到了那个年纪 一定可以超过他 可惜我就不一定了 你和他交手了吗 没有 他是过来观战的 说到这里 方浩鸣笑了 哼 在我的帮助下 雷霆总胜了 张凡文言 冲着方浩鸣笑了笑 把沈万钧这个名字 记在了心里 很快两人便到了机场 在机场出口等了没多久 便看到了花雷雷 那窈窕的身影 她的身旁还跟着一个孩子 孩子带着一个可爱的眼镜 看到张凡之后 花雷雷加快脚步 到了张凡的面前 张先生 张凡同样跟花雷雷打了个招呼 而后便给方浩鸣和花雷雷 互相介绍了一下 估计是张力怀孕的原因 方浩鸣对于孩子格外的喜欢 从那看孩子的眼神里 就可以看得出来 欧阳老头在院子里面 搭好了凉棚 几人抵达之时 直接便进到凉棚里面 开始准备复明的事 花雷雷把轻薄预言摆在桌上 张凡找花雷雷的提示 将两颗肉眼摆放在 轻薄预言的旁边 这两颗肉眼便是那八颗肉眼当中的两颗 其余的六颗 在张凡林离开东窑村之时 埋在了东窑村的坟地里 如果没有这八颗眼睛 张凡应该会去往医院里 找那些即将去世 无偿的捐献 或者是 有偿的捐献的人 欧阳老头和孩子们坐在了 正对着三颗眼睛的铺团上 孩子伤的是左眼 左眼位置是一个 巨大无比的孔洞 眼皮之上还有 肉残留的伤疤 这显然是被力气所伤的 眼前这个孩子看起来 真的是让人心疼啊 欧阳老头伤的是右眼 两人正好可以互补 张凡在心中默默祈祷 但愿 可千万不要白忙活 开始吧 他看了眼花雷雷 具体操作方法 张凡并不知晓 得花雷雷来 花雷雷点头 走向了孩子 到了孩子面前后 从腰间掏出一把短刃 在孩子恐慌的目光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轻轻地弯破了孩子的左眼皮 用手指迅速接下了 从伤口位置滴落的血液 而孩子吃痛 也开始嚎啕大哭 花雷雷并没有管他 以同样的方式 获得了欧阳老头的血液 他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 拖着两滴血液 重新回到了 轻拨欲眼的旁边 深吸一口气之后 把两滴血液同时地 按在轻拨欲眼之上 一声闷响过后 轻拨欲眼之上光芒大声 很快 轻拨欲眼的光芒 便把那两颗肉眼 给囊括了起来 只见花雷雷猛地 捏起一个指掘 嘴巴里面嘟弄着大家伙 谁也听不懂的话语 两道绿色光芒猛地 便从两只肉眼里面 击舍而出 恰好打在了 欧阳老头受伤的右眼 和孩子受伤的左眼 两人口中 同时发出了一声 痛苦的嘶鸣 而后 受伤的眼睛 便开始往外渗血 二人惨叫声 变得越发强烈 欧阳老头 强行的忍耐 并没有动 可孩子那边 如果不是被 方好明按着 估计 早已经是跑得 不见踪影了 看到这个情况 张帆眉头一蹴 他感觉 二人出现这个反应 有些不太正常 但是 他也不知 应该出现 什么样的反应 才是正常的 所以 他也不敢贸然介入 只能是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 喜欢的话 请记得 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